Cincia Cincia想说有一个做媳妇的 因为受不了婆婆的监视 最后搬家了 对 你要知道这个婆婆的监视 真的很夸张 就是譬如说她在讲电话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怎么样这样 然后婆婆就这样 你再跟谁讲电话 你刚讲了什么 我也要知道 我关心你 我想知道你说了什么 不然就是说 你刚刚讲电话 那表示说你把时间拿去讲电话 你在家做家事的时间事就变少了 会压缩到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环境清洁 你要补作回来 你要补作回来喔 还要补作回来 就是说高潮来了 有的时候呢 就高潮来了 有的时候就发现是说呢 他跟他老公在那个房间里面嘛 他有时候也是会跟老公讲一些 有关于婆婆的一些小小的话啦 譬如说 奇怪咯 你妈妈是不是快失智啦 为什么在那个冲马桶的时候 我发现一抛尿黄黄的 家里面就只有我跟妈妈 我都会冲马桶嘛 可是妈妈是不是都会忘记冲马桶 是不是快失智了 赶快带她去看医生 这样子 结果后来呢 老公说应该是不会吧 没想到到第二天的时候 婆婆就会不禁跟她讲说 我给你讲 在家里面尿尿 其实不用说尿一次 就要冲一次马桶啦 这样子很花钱 很浪费水 我跟你在家 我们要集满五次 你上两次 我上三次 因为妈妈比较平尿嘛 对不对 那你再冲 这样才不会浪费 她就想说奇怪了 为什么我在房间里面讲的话 好可怕 我都会被发现 就问老公说 你是跟你妈妈告状 她说我哪那么无聊 她就算说你们闹多少次 还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可能去跟妈妈讲 于是呢 她就去她的那个房间去搜 没想到她婆婆监控到说 监控到 在她的房间装监似器啦 太夸张了 有收音还有 她就开始很控 她就说有没有什么信号卡 有信号卡 把信号卡就插到电脑里面 看说你到底监控了我什么东西 我的妈啊 原来你就是在偷听 我们夫妻之间的小秘密之外呢 我们在做些喜欢做的事情 太夸张了 她说 有看到吗 对 我跟妈妈住在一块 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画面好好笑 我说我都怕被妈妈听到 还捂着嘴巴 搖来搖去 还要被看到 就被看到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跟老公还怕被听 就会被听到 捂着嘴巴 我还要被 对对对 我还要被看到这种画面 你说这样子像话吗 你看人背地里面 就是另外一种棉孔 你知道吗 没想到那个监控 老人真的也快失智了 他都忘记自己有装监似器 跑到媳妇的房间里面 去给她 在她的衣服上面 用麦克笔画个一点点 用酱油喷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我不爽你啊 画一些麦克笔的啊 生病了吧 然后呢 你那个保养品 倒个半罐在马桶里面 反正你也不知道 所以说你都要被监控到这种地方 他真的就受不了了 这样也会被拍起来吧 因为他就忘记他自己 已经在监视器啊 老人就失智啊 失智就是失智 我看 结果后来他就说我受不了了 你妈妈这样监控 我就要搬出去 那太过分了 结果有成功吗 当然有成功啊 妈 我这样的画面都被你看到了 这个SIM卡 来 你什么意思啊你 没有 妈妈就说 没有啦 我是在想说就是 因为我只想要 就是要确保说你们真的都有要 我想赶快抱孙子啦 真的是有过关啊 因为我想要抱孙子 想说你们这样子有做功课 妈妈就放心啊 这样子也太夸张了吧 他是失智还是疑神疑鬼啊 他就是失智怎么会 应该是疑神疑鬼 他生病了 太无聊了啦 生病就没有其他重心了 他的师父的行踪到底去哪里 做了些什么 他会让他累了 好恐怖啊 回去反监测一下 对啊 喂 阿姨啊 你们家哪有情侣 来 我们请教一下廖玉华老师 什么熟面相的女人 比较容易疑神疑鬼 那主要可能是 因为她可能缺乏自信 没有安全感 对 或者是她个性比较负面 然后她想很多 然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人对她好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 疑神疑鬼的状况 好 我们来看看 什么样的面相的女生 她比较容易疑神疑鬼 首先呢 她就是可能小气 气量比较小 比较容易猜疑 那这个我们来看 就是她的头肩儿宅 什么叫头肩儿宅 我们以前小时候有听过一个成语 叫小头锐面 那肩的头呢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头发 像我们都会吹风嘛 所以其实比较看不出来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我们额头 额头如果在这个地方 它形成有点略略的三角形 那有三角形 这样的状况表示先天的 她的可能早年运势比较差 她可能比较不是过得那么好 那比较过得不好的人 她本来气量 视野 视界 就是她的 她看的东西少 她自然就是 白痴 我们讲说她的气量 本来就比较小 所以她看不惯很多东西 看不得别人比我好 所以她就是气量不够 然后她就是缺乏自己的自信 她相信全世界都不好 只是我没看到 所以她就是不相信别人过得好 所以这种是气量比较小 而且她容易猜疑猜忌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种 第二种呢 这个它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类型 所以它是属于那种怀疑人声 什么叫怀疑人声呢 来 我们来看 嘴唇薄 嘴角向下 那这个在我们的相学上 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腹船口 什么叫腹船口 就像一条小船 它翻覆过来 那是不是它的曲线是往下的 那我们在表现我们的表情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开心 我们的嘴角是会往下的 好 这个腹船口呢 是它嘴巴闭起来 它没有做任何表情 它的嘴角就是往下 对 像如文哥这样就很好 我们就是尽量把嘴角往上 对 笑笑的 这样子其实我们只要嘴角 我们有意识地往上 其实我们的运势 运气 真的都会比较好 好 那如果说你是嘴唇薄 嘴角又往下 我们所谓的腹船口 其实是难得富贵 那首先它悲观 先天的悲观 先天的消极 那悲观消极 又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它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觉得说 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事情 所以就是跟你讲说 统一发票中奖 你要来领哦 诈骗 好 如果说婆婆说 我买了一个东西还不错 给你 那可能是过期的 然后或者是媳妇 买一个包包给你 你可能这个有什么问题 就是它会不断不断觉得说 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 就算有那么好的事 它不会掉到我的头上来 它是对任何事情 抱持着负面想法 不相信别人会对它好 因为我相信诈骗很多啦 可是我们抱持合理的怀疑 而不是世事怀疑 那第三种状况 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的手相 这个就属于它有被害妄想症 我们的智慧线就是我们手掌 中间的那一条线 那一般它这个画得比较 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它什么样叫做断断续续 智慧线它尾巴它是有中断的 但是它看起来是一条线对不对 它是一段一段一段接在一起 这样子的人呢 他比较怎么样 他容易患德患失 歇斯底里 而且他想法比较偏执 他认为是怎么样 只要跟他想法不合的 那就是你有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那所以呢他很怕被欺骗 而且很会钻牛角尖 他的想法就是 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是这样 你再怎么辩解 我不相信你 我的想法才是正确的 而且呢他很怕被别人骗 所以每个人讲的每句话 他都要斟酌 你讲这句话 有没有漏洞 有没有语病 然后呢你讲这句话 其实你可能不是这个含义 你讲的话一定有潜台词 所以呢他就不断不断一直去想 所以就变很容易疑神疑鬼 以上就是几种容易疑神疑鬼的 女生的面相跟首相 那跟大家分享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加巴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 对不起